北京时间9月9日凌晨 2023美网将展开南单半决赛的争夺 世界前三届出战 德约科维奇将在三点迎战20岁的本土星星谢尔顿 阿尔卡拉斯与梅德维杰夫的焦点战将于早7点进行 此外 王兴渝谢时威将在阿姆斯特朗球场出战与双半决赛 对手为达布劳斯基·卢特利福 阿瑟20球场 德约科维奇VS谢尔顿 3比20岁星星谢尔顿本届美网状态出色 前五场击败的选手有四位打进过大满关四强 还包括两位前十六种子 分别是佳琴、蒂姆、卡拉采夫、保罗十四与蒂亚福石 他也是1992年张德培之后最年轻的本土美网四强球员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仅仅是谢尔顿第一个完整的职业赛季 他将向自己的第一个巡回赛决赛 也是首个大满关决赛发起冲击 德约科维奇前五场比赛 在面对同胞结雷时丢掉两盘 其余比赛均是3比0过关 四分之一决赛获胜后 塞尔维亚人打进生涯第47个大满关四强 这一数据让他超越费德勒 独居男子网谈第一位 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生涯第13次打进美网四强 此前12次美网半决赛战绩为9胜3负 本场诺瓦克将冲击自己的第10个美网决赛 以及第36个大满关决赛 交手记录 0比0阿尔卡拉斯vs梅德维杰夫 7点前五场比赛中阿尔卡拉斯 仅在面对埃文斯时丢掉一盘 这时他连续两年 继身美网四强 生涯第四次打进大满关四强 前三次大满关半决赛战绩为二胜一负 一场失利来自于今年法网半决赛 赋于德约科维奇 还差两胜 阿尔卡拉斯就将成为 07比08费德勒之后 第一位在法拉圣实现未免的难球员 梅德维杰夫前五场比赛丢掉两盘 上一轮则3比0 完胜同胞卢布列夫 第四次击身美网四强 今年上半年 梅德维杰夫在英地斩获四座巡回赛冠军 美网战绩方面 丹尼尔2021年获得冠军 2019年获得亚军 如果复仇阿尔卡拉斯 将是他第三次击身美网决赛 第五次击身大满关决赛 交手记录方面 阿尔卡拉斯二胜一负领先梅德维杰夫 本赛季的两次交手均是西班牙人获胜 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决赛 阿卡6比6分之3比2横扫 温网半决赛阿卡6比6分之3比6分之3比3再胜 阿姆斯特朗球场 零点王兴渝谢舒威vs达布劳斯基卢特利福 如果王兴渝谢舒威获胜 将打进两人本赛季 第二个大满关女双决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